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次去天津就是去看一下相关的项目 我觉得这项目的前景还应该是不错的 怎么了你啊 怎么突然问我这件事情 没什么 就在别人那儿听了那么一耳朵 不知道是真是假 找标书早就发出去了 接下来就有赵商引资 工程建设 包括物色承包商 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呢 妈 我有一个朋友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有些细节他想问问你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也想参加投标 他们是什么公司的 一个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是属于有承包项目的那种 更具体的事情我还不是很了解 就是随便那么一聊 所以细节我没问 不过这个人呢 做朋友属于很仗义的那种 而且做事情也很可靠 那他们以前参加过 什么竞标的项目吗 应该参加过 他在咱们市里成立这个公司 是个新的 他在香港呢 有个总公司 开发过不少项目 这次市里也是要求我们 尽量的能够 吸纳一些有海外背景 又有实力的公司来参加竞标 我得提醒你 以后你再遇到这种见了面 就跟你谈业友的朋友 就留点心眼 你傻呀你 我知道 你以后就再也不用来这了 科长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别别别 这能少来就少来 这又不是这么好的地方 但是你要请我出去吃饭 我都是不拒绝 那没问题啊 中餐西餐 法餐日餐 随便您挑 咱们混着吃行吗 逞啊 科长 我去跟唐老师打声招呼 那我先走了 行 谢谢科长 我会再说 我是不拒绝 我去哪儿 我又先来 你俩想看啊 我ontinuous 差距太大了 我之前看电影《入恋师》的时候 觉得这个职业 多酷多高尚啊 可自从我到了这以后 我除了害怕 就是逃避 我根本做不到像您这样 更不可能做到像庞夕姐那样 所以我觉得走势对的 但是通过您 我对这份职业产生了尊重 所以更不能亵渎它 接下来 那就走 别勉强自己 唐老师祝您前程伺解 以后有时间我们还可以见面 聊天 毕竟在一个城市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我走了 尊重和爱是两码事 尊重是有的 比方说我亲爹 我应该尊重他 不喜欢也是有的 我怎么这都喜欢不起来 这尊重和爱 怎么协调 老弟 你能告诉告诉我吗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就是希望 他能够正儿八经地 带着老三做生物 别再瞎扯他 我还真不 介绍一下 这就是老白家的唐重阳 各位叔叔 前辈 晚辈唐重阳 反正是初来乍到 有什么周到不周到的 还多担待 谢谢 敬您一杯 我们和老吴 老白 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 客气话就别说了 好吗 听老吴说 这次您包了个项目 我们能出点什么维果职业 我跟你这么说 其实这是一个大好事 咱们呢 现在是承包了一个 政府的项目 这是项目说明说 您得先看看 咱现在就是 缺少点前期资金 等这个影视基地建完了呢 您就是股东 说白了就是 套腰包 给自个儿盖房子呢 小兄弟 这个价可有点高啊 是啊 我们以前也报过 类似的项目 这个足足高出了 百分之二十 而且这个项目啊 在南城十块新地坪 用不着那么多 咱有什么说什么 这个价儿呢 确实是有点高 但这也是政府为了确保质量 说白了也是为了确保您的利益 您琢磨琢磨 有什么逼 把钱搁到政府这儿 更保险更踏实 而且现在政府 正鼓励这些低碳文化产业 所以我 还是希望各位前辈也都 能多支持 多支持 为了崇洋拿到这么好的项目 来来来 咱们应该祝福他 干一杯 来来来 干一杯 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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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谢谢 谢谢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 好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老大 我是爸爸 你电话怎么打这儿来了 晚上一起吃个便饭吧 晚上一起吃个便饭吧 不是一块吃过了吗 行了 你跟老三吃吧 来来来 别别 老大 就吃个便饭嘛 在哪儿不是一样吃啊 行了 行了 我没工夫跟你闲扯 你那个便饭我吃不习惯 我就吃糙米青菜的 好吧 老大 这回我就要说你了 你这是仇富 钱多了有什么不好的 没钱 你有管制吗 你有衣服穿吗 你能买得起房子吗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社会上 只有一件东西是实在的 钱 行了 没事我去挂了 我这上班呢 老大 你听不说 我吧 天天都吃了鱼翅海参 你在哪儿喝着面疙瘩 这 这我这当爹的心里不落忍呢 不是 你要心里真过不去 你就好好的带着老三干 也算对得起我们 对得起老娘了 老大 臭小子 有人生养没人教育 你妈没交给你啊 拿别人东西再跟人打招呼 这是我的辣小奖 车上你家人买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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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过 我 嫂子 你回来 赶紧洗手吃饭 不 我马上走 不吃饭 找我ui吃分证 嫂子 来 怎么呢 什么意思 家里的不种粮食不种地的 天天在家吃饭 就算交伙食费了 我们这又不是食堂 我们不收伙食费 拿走 小达 秋天到了 该收割就得收割 拿着 好日子来了 服务员 这二百多块钱套餐 就给这么点东西 是的 这是咱们的招牌套餐 你这招牌套餐是喂鸟的 行行行 再给这个先生上份面 意大利面了 对对对 面条 面条 行 三 三 你们哥儿三啊 都过得挺好 尤其是你三 真的 我看见你能过上好生活 我最踏实 真的 真的假的 看 当爹子说的都是心里话 大剑 找上来 没有啊 我都问了 谁都没看见他 能去哪儿 你去到那个废品社工站 再去看看 然后我这边再找找 去吧 去吧 妈 妈 走 走 妈 妈 妈 哎呀 妈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啊 你没上课呀 妈你说什么呢 你可别吓唬我 你可别吓唬我 我给你做饭呢 没上课呀 做饭呢 喂 唐大哥 那行 谢谢您大夫 嗯 记得让他按时吃药 哎 好的 好的 阿欣 我要呢 唐爷 那回家了啊 回家吗 哎呀 无哑无哑对我这么好 哎呀 什么心 餐厂的我都问你 这边这边 咱们回家啊 没门儿 妈 妈 来 你干什么啊 把药吃了 把药吃了 吃完药咱们病就好了 来 我 我不认识你了 我是彭希啊 我是你女儿 妈 乖啊 来 药吃完药病就好了 来 乖乖乖 不要吃了 吃完药睡得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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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喝了 嗯 把水喝了 你谁啊 啊 我是螃蟹啊 妈 来 来 把水喝了 这好吃 嗯 多喝点 多喝点水 哎 好 慢慢的 慢慢的 好 好 来 来 你把它架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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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四二 找个机会 再好好的谢谢你这话 这样 你安排一番局 咱们全是吃的饭 不是用 打电话就得了 四二 你让我怎么说呢 您是老实还是啥呀 这做生意跟做人一样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怎么没关系 你没看今天这事 要是没这凭我帮忙 不能这么睡 你还别说 我还真没想到这事 他还真是挺靠谷的 应了那句老话了吧 这人呢不能冒算 海水不可倒凉 依我看 你对你的朋友了解 别尽限于冰山一角 你听我的好好跟他吵 这以后的好处啊 多着 老板 他爱就是一丫头骗子 什么 丫头 花儿 那你赶快领回来 叫这亲爹瞧瞧啊 三儿 听我说啊 这长相差不多就行了 再说你老大夫小子了 生前乱把气早得很丑 你连根领带都没打直了 你早该讨媳妇 帮你打理打理 你这都想哪儿去了 你这都 再说 他 我跟你说 不添乱不找麻烦就不错了 这次就是一例外 你知道吗 三儿 这你就不懂了 这凡事成功的男人 他背后必须有一个多事的女人 你呀 正好让他帮着修理修理 那浑身的毛毛草草 我看得也好 别套这份心了 在这我 我要我喜欢的人 真的 那怎么没见你 你回家来到会儿看看 哎 关键是 不喜欢人家 可是人家 不喜欢我呀 三儿 就这儿吧 不错 要坐 好 不错吧 挺气派啊 您好 请问您有预约吗 这是你们堂子 什么 预约 预什么预约 对不起 堂哥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走走走 去里边 走 走 带你 你看这边办公室不做吧 哪里看看 可以呀 别说那么难 去 那是 刷子 听听说我拿手啊 这几天没来 这像模像样 这几天 我问你 这几天 有人来公司吗 有 有啊 都送走好几脖子 是吗 看来这势头不错 一定要好好努力 把公司办好 总算可以走了 年轻的 这几天 也已经是 了 你 这几天 我替你 怎么过生日 你看 你那时候 你替我 你替我 替我替我 替我替我替你 你替我替我替我 替我替我替你 替我替我替我替你 怎么 跟姑妈过你不乐意啊 不是 姑妈我哪是那个意思啊 有时候 我多想 是我爸的一个名片 领带什么的 好歹 我爸还能记得带着我 傻孩子 你敢说你爸不爱你啊 他身后 什么不是留给你啊 我不稀罕 我知道你稀罕谁 唐重阳 对不对 姑妈 你瞎说什么呀 让我说中了吧 你快走吧 让我说中了 你看脸都红了 走吧 走吧 走 走 走 请你跟大厨说一声 我今天点的菜 少油 少辣 全部不能放味精 全部都要用高汤做 行了 好的 那就这些吧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今儿怎么了 不年不节的 你的奸绩得逞了 我还不得好好的 给你清河一下呀 什么奸绩啊 你敢说 你不知道 唐茂盛的身份 这个黄撒的不高明啊 这件事 妈 她虽然跟我有关系 但是 就顺论事来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并不是不能考虑 实事求是嘛 如果她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实力 我们为什么不能 一视同仁呢 才说您不是跟我说过 举贤不必亲啊 好了好了 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 我请你来吃饭 不是来骂你的 但是你得记住我的一句话 我们作为一个领导 我们的权力 不是指挥棒 是杠杆 好在我看过他们公司的资料 他们的业绩还是不错 还是有实力的 但是儿子 以后你要再遇到这种事情 敞开了跟我谈 妈妈不是一个 不讲道理的人吧 咋 老佛爷生命 丑凭你 喂 好 那我这就过去 妈 我单位有事 我就不吃了 你自己吃饭吧 记得把药吃了啊 还是现在把药吃了 来 妈 咱不吃这个 先把药吃了 来 药吃 啊 乖 来 水 好 行了 把水喝了 那我先走了啊 磕水 再见 拥有 我 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吗 别急 听医生的话 好好吃药 vere 我听医生说了 这种病啊 最重要的是要心情好 你没事 都带庞玉出去转转 至少他现在还认得你 听你的话 庞熙 给庞熙买点 唐大哥 我上次工作转正的事 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怎么能再拿你的钱呢 哎呀 那你 那就算是我借给你的 等你宽裕了再还给我 唐大哥 你跟我妈妈 都不是我的亲人 却比亲人还亲 这份恩情我记下了 我以后 会好好报答你 谁稀罕你报答 好好照顾你妈 那哥没本事 让你说会吧 好 照顾我妈 是应该的 喂 喂 老晓也 想把 глазаacas吃饭吧 哟不行 我妈生病了 我得早点回去 要去吗 没什么大事 那好 那赶紧再约里 好的 拜拜 这 这手料多好 很多姑娘都买的 来 喝口水 那你帮我看看 这怎么样 你野观挺不错的嘛 不错吧 还行啊 还真挺有心的 想着给我买东西 不错 来 戴着呀 要不丢了怎么办 快点 走开 就算谢礼了啊 谢礼 哎呦 怎么了 怎么了 这谢礼也太沉了 哎呦 那我得给您架着点啊 我跟你说 真不能陪你玩了 我那儿还有好多事没办呢 等忙过这段 你说是刀山还是火海 我陪你去 别呀 什么刀山火海的 那有什么可刺激的 如果你真有诚意的话 一会儿就陪我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你跟我去不就知道了吗 这房真棒 哎 这就是别墅吧 怎么样 好吧 哎呦 还真不错 反正我们家房间挺多的 要不给你开一天 谢谢你啊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不会和您客气的 哎 我今天挺高兴的 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真的假的 讨厌 快走吧 喂 哎 哥 哎 崇阳 晚上一块儿吃饭啊 我们都吃上了 我们就不去了 哎 我也说啊 老爷子让我给你打电话 他说这生意团成了 咱们晚上一块儿吃个饭 啊 崇阳 你们吃嘛 我 我们真的吃上了 那你先别吃了呗 我这儿叫二哥 咱们一块儿啊 就这么着 哎 喂 你干嘛 崇 崇阳说什么 要一块儿吃饭 哎 那个老爷子和老二都在 好 我就知道 行 咱们一起去 走 哎 干嘛去啊 去吃饭去呗 等我啊 换身衣服 去什么去啊 哎